屯門山景村一個男人企圖燒炭殺害太太和三個女兒 四母女清醒宋怨 據了解警方追緝近控堂 案發在屯門山景村景安樓 多個警員到現場調查 一個44歲女人清晨大約6時半報警 說和3個13至16歲的女兒感到不舒服 懷疑丈夫企圖謀殺他們 據了解女事主和丈夫結婚18年 一直住在景安樓 昨晚由丈夫煮飯 四母女大約9時 吃完晚飯後有睡熱 到凌晨大約2時半 大女睡醒見到單位大門的門口 有啡色牛皮膠紙封住 問爸爸為什麼 但她沒有理會 於是她自己撕走膠紙 半個小時後見到爸爸離開單位 事主到清晨大約6時才醒 見到廚房有燒過的碳用水浸住 和3個女同樣感到頭暈 於是報警 四母女之後送到屯門醫院 再轉到東區醫院治理 她了解警方初步相信兇徒 因為財務問題犯案 案件交由屯門警區重案做跟進 無線性機制立進入步道